火车出行 笔记本电脑与现金被盗 谁是隐藏在人群中的毛贼 因为列车上的监控缺失 我们一直没有线索 铁路警方细致分析 缜密追查 盗窃惯犯 人赃并获 他从09年开始 就一直因为盗窃 被我们打击处理 几乎一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列车上的贼手 晚间800今晚播出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腰肩盘健康 书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金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书筋建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法治名声 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法治节目 晚间800 我是郭凯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发生在火车上的盗窃案 一般来说 乘客会把自己的随身行李 放在座位头顶的行李架上 这样呢 也能时时刻刻地 看到行李的状况 那么 这样是不是就真的 高枕无忧了呢 那可不一定 据了解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 南京铁路公安处 就接到了六起报案 报警人 都是在火车上 丢失了放在包里的 笔记本电脑 据起名师主反映 他们装有电脑的双肩包 就放在行李架上 什么时候被盗 无法说清 大多都是在下车时 才发现的 因为这个列车上的 这个监控缺失 我们一直没有线索 就是找不到 这种嫌疑人 经过研判 南京铁路警方认为 这六起案件 作案手法相似 时间跨度很近 极有可能是 同一个人所为 而且嫌疑人 应该是个惯犯 民警调取了案发 时间段进出站的 公共视频 查找可疑人员 很快 一名男子进入了 警方的视野 现在铁路进站 包括出站 都是实名制的 就是核验身份 人正合一 才能这个进站出站 所以说呢 他这个进站出站 多半都是采取这种 铁铐 尾随前方旅客 进站的方式 不给自己留一个记录 经过分析比对 警方掌握了这名 可疑男子的身份信息 此人姓肖 年近六旬 他从09年开始 就一直呢 因为盗窃 被我们打击处理 并且呢 也没有说是悔改 从09年开始 就几乎一直是在 监狱里度过的 现有线索表明 肖某很有可能 就是高铁系列 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经过连日的侦查 民警发现 肖某的行踪飘忽不定 而且反侦查经验 非常的丰富 往往是随机选择 坐完列车 得手之后 就在最近的车站下车 而且会专门寻找 不需要和验身份的 小旅馆入驻 进出车站也是不买票 尾随其他乘客 几乎不留痕迹 最传统的侦查方式 我们只能说是 派这种警力 去跟着他 看着他 直到他发生了一些 心案 把他抓回一个现行 不久之后 肖某在安徽 除州火车站出现 民警也一路跟踪 进入了站台 他在这个站台上出现后 还老是往自己的身后 观察是否有人 在跟踪他 当时有一趟列车刚好进站 他这个 故意洋装进入这个车厢 因为这辆车 当时根据我们判断 这辆车是复兴号 它是有监控的 根据他以往的 这个作案规律特点 他是不会上这种 像复兴号这种 有监控的车的 但是他当时 确实进入了这个车厢 民警敏锐地察觉到 这极有可能是 嫌疑人的一种试探 根据经验 没有立即跟上去 这名犯罪嫌疑人 在进入车厢的时候 就立刻从旅客中 退出了这个车厢 他的目的 我想也是为了观察 有没有我们这种 便衣人员 跟着他一起进入车厢 然后又退出车厢 因为当时 这个旅客都已经下车了 如果这个时候 还有旅客下车 可能为便衣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了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 肖某很快下了车 在站台上来回穿梭 几次试探后 他最终登上了 搞七五八五次列车 可是在上车之后 民警们一直没有发现肖某 难道是他有所察觉而逃脱了吗 我们就在这个车厢里面仔细地寻找 也是终于发现七八车厢 这连接处有一个厕所的这个 上面显示这个有人的状态下 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怀疑呢 这个人可能就是当时就是躲在这个卫生间里面 来躲避这个乘务员的查票 几分钟后 肖某走出卫生间 在车厢尾部的位置坐了下来 大约过了这个几分钟之后 他起身开始寻找目标 用这个手来去不断触碰 我们这个旅客放置在行李架上的一个背包 因为笔记本电脑放在背包里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直角状态的一个触摸感 此时几乎没有旅客注意到肖某的异样 但民警已经盯上了他的一举一动 那么当他在触碰到气候车厢 有一名旅客上方这个行李架上的一个背包的时候 他的这个行为呢 明显这个迟钝了一下 所以我们当时判定 这个他可能是找到了他这个盗窃的这个目标了 他就立即在这个 我们是个受害人 这个附近的一个座位 坐下来之后 然后趁这个受害人不注意 将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包 带进了我们这个七八号连接处的 这一个厕所里面 在这个厕所内完成了一个 从被害人的包里面 把这个笔记本电脑取出 然后把这个笔记本电脑再放进自己的 他那天携带的一个黑色双肩包里 再把他这个被害人的双肩包 原样地放回他那个被害人原来放的地方 民警判断 肖某已经得手 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对他的这个包进行搜查的过程中 也是在他的这个封印包里面发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经过这个受害人的辨认能确定 这台笔记本电脑就是这个受害人被盗的笔记本电脑 尽管被警方当场人赃并获 但肖某仍然百般抵赖 他现场说的一句话 这个笔记本电脑是我在这个卫生间里面捡到的 为了进一步搜集证据 在肖某到案后 民警进一步深挖了他的销赃情况 根据这个视频侦查 发现他这个最终是在这个我们南京的一家 负责这个售卖这个电脑的一个店里面 进行了这么一个收藏的一个活动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肖某最终承认了自己在列车上 多次盗窃笔记本电脑的事实 目前肖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说到乘坐高铁 大部分人在乘车的时候都觉得 高铁车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乘车的时间和普通列车相比少了很多 所以对于自己的财物 无形当中就放松了防范意识 而在现实当中 也恰恰是因为有这种想法 让犯罪嫌疑人有了可乘之机 前不久 刚刚从高711一次列车上下来的旅客 李先生向警方报案 他随身携带的五万元现金不见了 李先生家住南京 工作地在苏州 每天都会乘坐高铁列车 在南京苏州两地往返通行 施主李先生说 自己上车后曾睡着过 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现金被盗 不过李先生所在的车厢 并没有监控视频 那么周围的旅客里 是否有目击证人呢 在针对作为旅客质房的过程中 也发现了一个 就是施主和牌的一个旅客 他发现了当时有个嫌疑人 动过施主的包 三公里大概在一米七左右 四五十岁 身材偏瘦 有一名男子 把这个行李家的包拿下来 并且就在他的边上 这个空的周围上面进行一个翻动 翻完以后 又迅速地将包放回了这个行李家上面 随后离开了这个车厢 所以这一段行李家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娴熟的作案手法 民警分析 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一名惯犯 在对旅客实名购票信息 以及沿途车站出路站口的监控视频 展开调查后 警方很快有了线索 民警随即对这两名男子展开侦查 经过大量的图像比对 终于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一个是白某还有一个是陈某 然后我们对这两个贴高进去的 一个白某跟陈某分别进行视频追踪 发现白某是从八号车厢上去的 根据这个目击震能提供的这个 就是动手偷走前的这个嫌疑人 我们发现这个白某应该是符合这个 目击震能所描述的这个嫌疑人的特征 通过视频追踪 民警发现白某和陈某 都在长州站下了车 从这个长州站出站 下车以后出站的 最后我们对他这么两名可疑人员的 这个长州以后出站的轨迹 进行那个追踪 发现这两名嫌疑人到了一个餐厅 小饭店里面 在饭店里面呢 其中一名男子就从可在里面 掏出了仪式这个现金 给这个另外一名嫌疑人 民警继续追踪发现 两人最后分头行动 陈某独自来到了一家旅馆 他回到旅馆呢 然后呢我们就到这个旅馆 调了相关的录像 发现呢他找这个老板娘 放了个东西在他桌面上 跟老板娘讲了几句 然后呢后来我们找老板娘 也了解了相关的情况 老板娘讲就是说这个陈某 当时呢给了他一万块钱 就帮他换一下 换一下呢 然后呢老板娘收了一百块钱 手续费 他们呢给这个陈某的银行上里面 存打过去九千九 显然这一万元极有可能 就是被盗现金的一部分 这个现金呢刚好还在这个宾馆里面 就老板娘还在老板娘家里面 所以我们把这个现金 也进行了一个提取 与此同时 另一组民警 在对白某的行踪进行调查时 发现他曾到过一家银行 他就到了这个宾馆 隔壁的一个工商银行 去存钱 最后我们把这个存钱的记录 调取了一下 发现他正好存的是四万元 经了解 白某将四万元 存入了齐某的账户 调查发现齐某与白某是男女朋友关系 跟施主那边联系了以后 让施主提供了他这个被盗的五万元的这个 罐子号 把这个五万元的罐子号 就是和白某存款的四万元的罐子号 以及这个陈某和这个老板娘换取了一万元 现金的罐子号 我们进行了一个比对 根据施主提供的部分被盗现金的罐子号 警方很快确定 这些钱就是被盗的现金 我在这个白某四万元这个里面 发现了有 一百二十二张 这个百元面值的这个罐子号 是完全吻合的 在这个陈某换的一万块钱现金里面 我们发现了有三十张 这个被盗的罐子号 是吻合的 此外 案发时的目击证人 也对嫌疑人进行了辨认 这个目击旅客 我们做了一个辨论材料 拿了这个照片给他进行了一个辨认 他一眼就认出了 这个当时在车上 动这个行李 动这个双肩包的这名男子 就是白某 十年一个证据店 一个是有现场人的指认 便认 然后再加上钱 他们换钱 再加上他们存据官资后 跟我们背道的钱对上来 一般我们知道 这帮就是惯犯 这个审讯的难度 都是非常大的 办这两年 现在都是以宁可供的标准 在做 就是说 其实他不认 我们也能够对他进行针对良心 有了确凿无疑的证据 民警随后将白某 陈某二人抓获归案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脱脆忠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目前犯罪嫌疑人白某 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现在正值暑期 不少人会选择搭乘火车 出行游玩 在这儿呢 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 出门在外 贵重物品 还是要随身携带 乘坐火车时 对于放在行李架上的物品 也要随时留心 以免有医师 收看晚间800更多精彩内容 您可以微信搜索江西二套晚间800视频号 还可以扫码下载 或者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客户端下载 从今往后 不管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的身边 宰杂杀家养猪卖出700元 被罚5万 事件发展何去何从 我家上这都没有钱了 就给我们造劳 我就说也可以 反正我们拿不到 拿不到那么多钱 无锡三岁女童被猥亵事件反转 蛋糕店主提起民事诉讼 我也是一位孩子的父亲 拿起法律的武器 只希望能维护自己个人的权益 全网探点 晚间800明晚播出 敬请关注 哈喽 都市放心爱 要你参与一场甜蜜乡亲 拒绝照片 真实交友 我们从不翻车 欢乐聚会 自在相亲 彻底消灭尬疗 心动互选 超28%厂均牵手成功率 与两万家政府机关 启示业单位优质青年一起 即可脱单 赶紧扫码报名 开启你的浪漫邂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